你看他对待美国人干了干什么事 他是用非洲人治美以非治美 灭美计划 灭白计划 然后把非洲人送到了哪去 把非洲人送到了欧洲去 非洲的所谓的非法移民 然后把在美国的非洲人煽动起来 闹革命 搞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所以在中共的黑白之间 这个两个颜色是很敏感的 你见中共用什么黑白过 他认为黑为水 白为金 在他这五行当中白为金 就是金属 白人是在西方 西方的北方黑为水呀 北边为黑 东边是什么 东方为绿色 为木色 南边为火 南为火 他发现我得怎么干 我要把整个的 能烧掉你金的五行当中 南方的就是黑 非洲的火烧你的金 炼你的金 利我中华 火力土 土生万物 就共产党的所有精神境界和文化 都是一样的境界 无知 愚昧 他本身就不平衡 他硬整出来的平衡 这是违背自然的 唯一牺牲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人民 无知的人们